泰国新蔡日报设计,7月31日,据泰媒演员BBC,他从英国伦敦发挥的报道称,泰国驻英国伦敦大使馆向英国外交部,递交了一封来自泰国政府于7月5日批准的信函。 信函中表示,泰国政府相信前总理英拉西·纳瓦,目前正居住在英国,请求英国政府和泰国政府合作,将英拉引渡回他国。 信函大致内容如下,基于泰国驻英国大使馆对英国政府的友好祝愿,我方泰国请求刑事1911年因先条约中关于引渡违法犯罪人员,回国相关条例规定的权利,将持有泰国国籍的英拉西·纳瓦女士送回泰国。 我们相信目前,他居住在英国境内。 根据泰国法院,2017年9月27日判日结果,因拉西·纳瓦女士被指控其在院职期间顽固执手,贪污,包庇贪污等罪名,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法院也对其下达了逮捕令。 如果英国政府认为上述罪名不在扫约,第一行第二项中规定的引渡续用罪名名单中,我方怀着敬意恳请英国政府参考条约的最后一行第二项内容的规定。 若被要求引渡对象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双方条约的国的法律规定中军处刑事犯罪行为,可根据提出引渡要求的一方考虑采取引渡行动。 如果英国政府有和我方态度一致的回应,泰国政府将全力合作,并给予最大回报。 与此封信号同时送至英国外交部的还有一项文采考件,与英拉希·纳瓦女士相关的结案报告,法院相关宣判文件,逮捕令。 此信号与军事政治违法罚罪人员的审讯,案件处理,则罚当事人等事宜军无关联。 英拉希·纳瓦女士尚未获刑,尚未获赦,期待不定无有效期。 MZ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